我們再說明一下這個電子工程液的部分 它是一個高揮發的液體 它不是水 那大家眼前看到這一點點 這個就要幾萬塊了 所以呢它其實是一種特殊高揮發的液體 我想要問這個是可以重複利用 還是它是單次工單次 它是可以重複利用 OK好 是幾萬塊用值 我想說如果想想想 幾萬塊幾萬塊幾萬塊 修一隻手氣成本也太高了吧 成本超高 那我們接著下來就請宏仁來為我們介紹 就是這個防水檢測的部分 好那一樣我們這邊呢 我還是一樣 它會一樣透過它的檢測的專用資訊 那我一樣手機也是放在這裡面 接下來呢 我會把手機放進這個電子工程液體裡面 看到它冒泡的位置 那就表示它在漏氣的位置 好那我現在開始示範 我們把手機拿起來 我們把機器打開 我們把機器打開 然後拿到它直線去 來各位 我撈出來一點 好我現在下去囉 好這個是它漏氣的位置 那你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家的防水手機 它在檢測上面 除了剛剛的防水器膜還有這個檢測之外 當然我們也會看每個塞蓋 外面有這個防水水的部分 另外呢打開以後 機板上面水流進去的路徑 還有它鏽石的一些狀況 都會顯示它防水這個手機裡面 曾經經歷過什麼樣子的狀態 這些紀錄我們都會留下來 作為判斷的一個問題 這個防水清密測試大概時間是多久 我跟妳清密測試 測試的話大概約兩分鐘到三分鐘 對 一直 那這一個又是另外 我們大概這個就是 我們只是看漏氣的位置 是下去以後看到漏氣位置 我們就會拿起來 我們就確認它到底是哪裡在漏氣 我們就會進行針對那個部分 再下去做做維修 還有看到的 你知道嗎 我們都在這塊碟裡面 下來的建造 是進行世界上的建造 我都在损獄 然後再開一段 этим 還有我便利去看 們的建造 通知這次它們